大家好 欢迎收看本期节目 主题就是口腔疾病 肠胃不适 长期便秘 节食减肥 以及处于青春期卵巢功能不全 口腔组织能力下降 感染病菌后产生的口臭了解完口臭的原因 那么我们有什么办法去解决口臭和预防口臭呢 第一 可以喝柠檬水 刺激唾液分泌 减少因食物残渣引起的细菌造成的口臭 除口干造成的口臭 第二 刷舌 除舌苔细菌造成的口臭 有很多食物残渣 也会停留在舌头表面 让细菌繁殖 第三 刷牙除口腔不解的口臭 彻底清洁在牙缝中的残留的食物 其实口腔就相当于是一个大型的细菌工厂 他们每日在口腔中工作 解决食物残渣的同时 还会制造出发酵腐败的臭味 并且随着呼吸散发出来 这就是睡醒后要刷牙的原因 当然了 我们日常生活中也是可以预防和改善口臭的 一些日常的花草茶能缓解和改善口臭 比如桂花茶 桂菊茶 单味茶 茉莉薄荷茶 石榴茶 丝瓜茶等 本期节目就到这里结束了 想观看更多精彩视频请点击下方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